中文字幕 李宗盛 《文字幕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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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愛一種中國 在操縱台灣 雖然中文和軍方 只要你不支持中國 他們不會這樣對付你 不會攻擊你 周錫瑋接受德國之聲專訪 流理英文對答 但內容讓人越聽越傻眼 連主持人都跟他激烈爭辯 這是一種平常的方式 如果你說錯話 你已經結束了 我不認為這太嚴重了 我們是台灣 他們是主席 我們一起是中國 兩人激動到快吵了起來 周錫瑋狂言連發 還堅穿台灣屬於一個中國 甚至反問主持人 那你們幹嘛跟中國交流 所有共產黨員 嘗試跟中國共產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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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知道 這不是那種人權利益 你會有獨立的法律 他們沒有 你會有獨立的法律 你會有獨立的法律 他們不能 成為他們的朋友 成為他們的兄弟 成為他們的朋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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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為他們的交流 台灣民主持人 李明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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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員都是李明哲 在中國被失蹤 周錫瑋卻一點疑惑 完全沒聽過 連主持人都比他更了解台灣處境 他卻堅持相信中國會改變 你最近在香港有很多改變 你最近看到很多改變 為何中國不使用力 去抗爭 為何他們辭職 為何 因為他們找到機會 證明他們可以改變 香港反送中在身為無差別攻擊事實擺在眼前 外交官劉仕傑臉書發文痛批 可怕的是內心根深蒂固 相信中共善意 還認為中國對台武力攻擊沒那麼嚴重 荒唐發言令人傻眼 下期喜歡郭宇成祝日君 泰北報導